HELLO 大家好 在過去一個幾月裡面 各個國家的疫情都出現了反彈的跡象 加拿大Omicron的確診病例依然上升 為了更加有效控制疫情和減低傳播的風險 加拿大政府就公佈了最新的入境規例 增加了部分未接種疫苗人士的入境限制 如果最近期打算入境加拿大的朋友就記得留意一下 由2022年1月15日起 加拿大將禁止部分未完全接種新冠疫苗的女客入境加拿大 這些人士包括為了去加拿大和家人團聚的人士 除非他們未連滿18歲 打算前往加拿大和殖系親屬或親戚團聚 而他們的家人需要是加拿大公民、永久居民或原居民 以及已經完全接種受加拿大認可的疫苗才可以入境加拿大 18歲或以上的國際留學生 職業運動員和他們的團隊 以及業餘的運動員 持有效工作簽證的人士 包括農業和食品加工以外的臨時外國工人 大多數基本服務的提供者 例如卡車司機、緊急服務提供者 以及海洋研究員等等 以上的人士如果未完全接種疫苗 就暫時不可以入境加拿大 直到加拿大政府對入境政策有新的通知 有幾點需要留意 已經完全接種疫苗的學生 將會被准許在加拿大任何省份 或者地區指定的學習機構讀書 18歲以下未接種疫苗的學生 必須在指定的學習機構讀書 並且有學校所在省份 或者地區批准的COVID-19準備計劃 12歲以下未接種疫苗的兒童 如果是跟已經完全接種疫苗的成年人 一起入境加拿大的話 就不需要隔離 但必須遵守當地的公共措施 例如在到佈加拿大之後 14日之內不可以前往學校 露營 托兒所 讓路機構 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場所 以及進行大規模室內外體育活動等的休閒場所 對於打算到加拿大讀書的國際留學生 除了要持有有效的學簽 起飛前72小時內做的陰性核酸檢測報告 14日的隔離計劃書 ArriveCAN應用程式之外 由2022年1月15日起 都需要完全接種受加拿大政府認可的疫苗才可以入境 在加拿大境內就需要持有已經完全接種疫苗的證明 或者陰性核酸檢測報告才可以搭飛機或者火車 在2022年1月15日之前 部分被豁免旅客即使未接種疫苗 都可以在ArriveCAN應用程式登記和獲得 但由1月15日開始 他們需要完全接種疫苗 並且將疫苗紀錄 上載到ArriveCAN應用程式才可以入境加拿大 現時加拿大政府對於完全接種疫苗的要求 是到佈加拿大之前15日已經打了至少兩劑受應可的疫苗 可以是兩劑不同的廠商 或者至少一劑是Johnson & Johnson的疫苗 由於疫情的不穩定性 大家在出發到加拿大之前 記得要做好萬全的準備 以免到機場才發現有問題 單悟了自己的行程或者計劃 我們SK世界移民 將會第一時間為大家更新有關加拿大入境的最新消息 喜歡我們這段影片的朋友 就記得Like、Comment和Share我們這段影片 以及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記得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最新的政策講解、新聞和移民DIY的影片 去到最後 我們都明白大家會有各自的理由去選擇移民 無論你打算走哪一條Pathway 或者是傳統的移民項目都好 在出發之前都需要做好萬全的規劃 現時我們SK世界有提供申請學生簽證 和工作簽證的服務 我們在加拿大當地有專業的團隊 除了留學、簽證、移民的專業服務之外 我們同時會有當地的安家服務 大家在出發之前已經可以落實住的地方 到步之後就有專人為你接機 之後還會帶你們去申請當地的銀行卡、電話卡、 車牌等等 我們在香港持有辦事處 可以隨時預約聯絡我們 讓我們為你提供最適合的移民規劃 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在留言問 喜歡這段影片的朋友 記得給個like和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我們之後會有不同的影片 去講解其他加拿大的移民項目 另外如果想知道加拿大有什麼職位空缺 和最新的移民消息 就記得like我們的facebook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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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